好,我們來了 歡迎各位收看我們的節目 這次只有我自己,我是木仔 這次我們拿了一個最新推出市場的 Sony Ericsson Xperia Play 首先當然是開箱最重要 好,馬上來 哇,整個綠色 很配合他們的主題 非常簡潔 大家看到了 裡面有一部機器 火牛 以及USB線 現在當然要第一時間看一部機器 嘩 真棒 這次我們拿上手的是白色 市場上應該有兩款顏色 一隻是白色,一隻是黑色 好,我們來開一開機 嘩,開關在頂上 按下去,現在有一下震 出了Sony Ericsson的Logo 好,這部機器已經開了 其實它由開機到有畫面 都有頗長的時間 不過不要緊,我們現在先看一部電話 先看一看 首先,一開的時候 它就會去回 跟其他Android電話差不多的系統 它有個最新的系統 就是Android 2.3 跟Sony Ericsson有個特別的自己介面 好了,現在當然是 要馬上進去,看看它有什麼遊戲 先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跟現在的Android的電話 都差不多 也有看照片,聽歌 這樣的功能 好了,這裡會有一些內置了的遊戲 我們首先選擇 PlayStation的古畫廊 就是這個 好,先打開 其實入遊戲的時間都很快 好了 這隻是不可以觸碰的 我們先按十字按鈕 因為這隻是尾版遊戲 所以要按個 靠差 才能確定 好了,現在我們先進去試試 看看 其實它的機器 有LR鍵 其實在後面 這個是L 這個是R 還有一個 大小聲的調校 按鈕 在這裡 在中間分佈了 如果覺得小聲可以調校大 就是這樣 其實也挺大聲的 好 好了,今次 這隻遊戲就不可以用下面這個Touchpad 其實有些遊戲應該是可以的 好,不要緊 沒關係 我們先來試一下 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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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也挺流暢的 可以說 反應都挺快 其實跟以前的PlayStation來比較都差不多了 其實都差不多了 不過老實說這個感覺跟之前的PSP GO都差不多 因為要推開的關係,其實LR鍵會有點難按 不過玩到其實很流暢,這個值得一讚 如果想退出遊戲的話,只需要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自動出去了 好了,其實它除了PlayStation的古惑狼之外 其實它還會有其他內置了的遊戲 我不多說了其他,應該差不多 不過可以跟大家透露一點的就是 就是遲些啦,其實PlayStation那方面呢 就會有一個叫做PlayStation Pocket 其實就是好像以前那個 講開那個PlayStation Suit 就可以上去下載一些遊戲 不過暫時都還沒有著 可能遲些就會有很多可以放上去的伺服器 就可以讓大家下載了 好了,這次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